各位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来到移动实书,那么我是杰克斯斯,那么针对论坛上有一些人就是强烈要求关于我们这一款天星S7589这一款手机它的出屏这样一个性能就是想了解一下,那么今天我特意花时间就录制这样一个视频,让大家了解一下关于这款手机它这样的出屏这样一个情况,好的,那么首先我们先打个彩蛋,然后我这个就是8级版的那个,不是4级版的,据说4级版的就是说, 嗯,效果上面要好很多,或者说是这样,那8级版的话就是只是4点那个出口,打开机制本,然后我们切换到,切换到手写件吧,全屏,好的,那么就随便写一下吧,有些人就说那个出笔可能不了, 相对,就主要不是看我们这个识别能力,就是看我们这个写字的时候它就是,嗯,流畅,或者说有没有断断续续续续,嗯, 我个人感觉还是非常可以的,其实,这个可能不认识,鞋子太烂了, 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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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那么差 现在是可以的 基本上都是很连贯的 就是没有断断续续的或者怎样 那我看着肯定不会断续续 或者怎样 怎么看一下这个线就不会断 可能就是有些人可能纠结 就是可能就是这个电容比不太好吧 或者说 因为这款电容比的话 它就是部分机器上面 部分电容屏上面就是无法识别 或者说怎样的 然后手机的话就完全没问题的 就完全非常流畅的这种感觉 好了 那么就是具体这样一个视频 就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针对论坛上一些 就是想买但是不敢买的朋友们 可以下单了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就是问题 我觉得反正就还可以 然后就大家就自己看吧 可能就视频就在这里 好吧 好 那么就视频就演示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那么 今天的话应该会发布 那个卡刷包 第一版卡刷包 好的 那么视频到这里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 再见